可能很多玩家感觉,泰卫顿加无枪加麒麟弓的玩法是最强的,可有些玩家也会说,泰卫顿被当风队伍克制的太惨,麒麟弓的表现也拉胯。在武将战法基本固定的情况下,最大的影响就是每个服务器的环境,还有就是是否有花时间在战局的对抗上面。 有些玩家组出来,就是无脑乱冲,有些朋友则是以体系上的克制为主。其他话不多说了,直接给大家安排上,适合大多数服务器的七套天花板阵容。 先讲第一队武器。阵容点评前期武器打架的优势巨大,难度还是在于用武器开荒。基本上孙上香的宏度就不能低,快速打得发育成型。在前期大家兵力基本上只有2W左右,甚至不到2W的情况下。 武器和冤起这位高爆发秒人的菜刀队,很容易完成多川。 第二个队武军王宫。阵容点评吴国高门槛队伍。强度比城普的天王宫更高更稳定。最关键的是还能省出一个军民。这套阵容搭配援助甲后,在前期可以硬抗菜刀队的伤害。打中后期有当风和草船,也一点不虚。 第三个队武群攻。阵容点评高上线队伍。玩腻了麒麟弓可以考虑。可以让出太平和张角的队伍实现共存。这个也是很多玩家选择玩群攻的原因之一。 第四个队武三仙队。阵容点评有些玩家喜欢用张角玩三式阵或者施施盾。也有大佬就是喜欢这妖星盾。这个队武实战强度,比其他版本的玩法多了个折冲玉武。张角拥有非常好的输出和生存环境。单挑和多穿上都会给舒服。 第五个队武碰瓷旅。阵容点评打战功最稳的队伍。基本上都是稳赚不亏。运气好碰瓷也能多穿打出EW左右的战功。运气差点也就亏个五六千的兵力。在中后期基本上没太大的影响。建个营帐就可以快速补满兵继续忙。 第六个队武关关位。阵容点评目前除漏无枪之外,最多玩家在用的队伍。很明显就是用来针对冤起三世旅这些菜刀队。同时打其他队伍的表现也蛮不错。这游戏讲道理。比起弓兵骑兵盾兵来说。枪兵能拿得出手的队伍,真的是太少了。 第七个队武太卫盾。阵容点评行一阵太卫盾没啥好说的。强度虽然在线可还是要低于风使阵一些。属于共存玩法。如果不考虑共存无枪或者张角队伍的话,还是带风使阵为主。目前这个配置打腾甲兵是很舒服的。不过让出去了瓜骨疗毒和风使阵。已经算降配了。最后一套的话腾甲老铁盾。 就是专门用来打菜刀队。打其他队伍的表现会比较一般。输赢就看黄忠是演戏还是发飙了。